大家好,我是户外观察室的Aki 现在是6月14号星期五 晚上的10点25分 邻近618给家里的老人 买了一个小米的 不对,红米的Node 7 Pro 本来没有想过要去做这个开箱 但是呢,我是今天早上 清理手机短信的时候 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打折的信息 它比正价少了200块 但是比我之前开始关注这个手机的时候 是少了100块 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早上做了下单 以后,我知道京东很快 但是再快我也没想到 我差不多中午下了单 然后现在晚上10点钟 我已经拿到这个手机了 这个速度让我有点吃惊 在吃惊的背后呢,它给了我一种很怕你退单的感觉 可能这是一种错觉 不管如何,这导致了我 很有好奇心的想去做这个手机的开箱 其实在下单以前 对这个手机没有太多的了解 也是因为 有了给老人换手机的 这个需求以后呢 我才在网上做了一些简单的搜索 然后呢,也看到了一些大神们的一些开箱 或者说是一些评测 在这个前提下呢,我觉得 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呢 它的性能是超出预期的 或者说是超出需求的 但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 我可能希望这个手机能够 让他们尽量多用一些时间 或者说单位变成年 在这种前提下呢,图省心 因为以前的话 我都是考虑着 我更多是考虑着性价比 老年人对手机没有那么高的需求 以这个为前提来采购手机 现在因为我要考虑更长期的稳定性 在这个前提下呢 它又推出了18个月的超商质保 虽然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手机的自保好像没有什么用了 我看到它有一些比较有亮点 我比较关注的地方 第一是高通小龙的675 更好的处理器 它一定是可以延长手机的寿命的 然后它有128G的存储 其他的话 大电池 大电池其实还好 摄像头都还好啦 对于老年人来讲的话 他们一天可能使用手机的时间 也是固定的 那么开箱吧 在我的印象当中 自从苹果手机采用了那种极简的包装 而且很好的做了这一个 不压产生的阻力以后 现在大家都采用了这种风格 在这种前提下呢 其实外观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盒子本身 但是反过来的话呢 看这些地方 它的做工 就是纸盒子本身的做工 其实也是很一般的 当然考虑到成本问题 这个也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无可厚非 或者说应该叫做图入产出笔吧 边的内容有快输入门指南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三包凭证 好像都是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 默认送了一个手机壳 看一下 还可以 然后因为是给家里的老人用的 所以说我选择了非常炫酷的 叫什么 我忘了 它的颜色名字 叫什么 叫什么颜色 叫做 木光金 虽然我无论如何都看不出来 这是金色 但是它就是写的木光金 OK 手机壳 手机充电线 充电头 对了 这个好像是支持快充的 好像我记得 它应该是支持18瓦快充的吧 印象中 OK 这里应该不会再有其他东西了 好 我刚才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的不好的地方 正面的出厂贴膜没有问题 但是背面的贴膜这个地方是歪的 虽然这里没有任何意义 在使用的时候你一定会撕掉 但是怎么说呢 这也是生产过程当中不够严谨 或者说觉得怎么都好的一些小的细节吧 包括这里 这个也是歪的 这里也是歪的 而且它和这边的方向是反的 这个对产品的质量本身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是对于我已经看到了 或者说对于能够看到这些地方的消费者来讲的话 它多多少少是会在心理上 心情上会是有所影响的 你可能会说这个和它的 应该怎么说呢 这个和它的成本是有直接联系的 对没有错 它的确和它的成本有联系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地方做好了 真的会增加很多的成本吗 OK那开机吧 好了 对了我要把它撕掉 Redmi Note 7 Pro by Xiaomi Powered by Android 屏幕是真的很炫酷耶 MIUI 10 AI加持的全面屏系统 好的 现在已经开机了 速度非常快 也很舒服 然后发现有一个系统更新 立刻更新吧 在此前提下我来试一下拍照 首先是拍一下这个吧 刚才我随手拍了一下 可能因为光线的原因 它居然是糊的 它居然是糊的 再来试一次吧 这次的话相对来说要好很多了 OK 然后我试着自拍一下呗 对了它有美颜的 美颜开到三档 AI打开 美颜的自己都难以想象 然后还有前置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在这里 嗯相比之下 还是后置摄像头的效果会好很多 好了 接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给家里的老人下载一些 他们所需要的软件 系统升级完毕 然后我觉得老人家 他需要使用的APP为了一新 我已经都给他装好了 装了一个微信 一个抖音 一个京东 一个大冬点评 一个喜马拉雅 然后腾讯新闻 下面音乐 bilibili bilibili 主要是用来看我拍的视频 然后网易云音乐 没了 19 其实真的不得不让人觉得 他们需要用到高通675 加上128G的 但是考虑到明年或者后年 以这个为前提的话 我觉得这个配置的话 其实是值得的 那明天再去小米子家给它贴个膜 应该就可以送出手了 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 拜拜